这个游戏到底隐藏了多少内容 每次玩荒野大标课都会让我很震惊 只要登上游戏就会有新发现 第三章和CNN一起抢劫的任务还记得吗 其实在此之前可以提前去 当你来到这里时先别着急进屋 会听到这群人在喝酒而且还在乱吹牛 等他们说完话之后会相继睡着 就在此时悄悄走进屋内 先用小刀解决掉三个人 此时剩下的一个人 他就会告诉你藏钱的地点 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因为我突然有个大量的想法 如果最后换另外一个人 会不会有不同的对话 毕竟按照阿星的风格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于是这次我就随机选择了另外一个人 没想到结果如我所料 这个NPC说出了和刚才那个不同的地点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又换了个人 果不其然这个人又说出了另外一个地点 通过我的反复测试发现 这四个人轮流一遍的话 会有两个NPC说的是一样的 所以最终能得到三个藏钱地点 分别是枕头下 地板下 和粮食袋子里 而且钱的金额都是相同的 都是75美刀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随机事件 阿星就安排了多个不同的剧情结果 然而这一幕又有多少玩家知道呢 或许这就是阿星游戏独特的美丽之处吧 阿星游戏独特的美丽之处